如今,《斗罗大陆》第二部爵士堂门开播了,开篇连播两集,可谓满满诚意。 从画质上来说,《斗罗2》比《斗罗1》更加精美,感觉每一帧都可以拿来当壁纸使用。 热度也是直线上涨,火爆全网。 至于剧情方面,更是炸到一定程度,比《唐3》他们还开挂。 关于男主霍宇浩,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,他是戴木白的后代,拥有变异的灵魔武魂。 在家族中因为来路不正常,遭人嘲讽,在母亲死后更是离开代家,改代性为祸,准备依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,为母亲证明。 《斗罗大陆》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,而是一群人,霍宇浩虽为男主,也逃不过这个限制。 在前往星斗森林途中,霍宇浩结识了唐门的门主唐雅以及坐下大弟子贝贝。 在两人帮助下最终决定加入唐门。 这也意味着,目前为止,新一代七怪已经有三位出现了。 作为主角,自然会有一番奇遇,像唐三当初的转世就是如此,而霍宇浩的奇遇则来自他的第一魂环。 霍宇浩因为精神力强于常人,被即将死去的百万年魂兽天梦兵残找上门,成为了他的第一魂环。 百万年魂兽的强大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,当初的深海魔精王可谓神机以下最强者。 天梦兵残虽然战力不如深海魔精,但精神力的强大却是世所罕见。 以他作为第一魂环,该说不说,霍宇浩比唐三还挂逼,开局就是百万年级别。 作为百万年魂环,他的效果自然远超一般魂环,而霍宇浩的魂环效果在动漫中也正式曝光出来。 首先,是自带四大魂迹,想当初唐三的魂环那么逆天,都逃不过两个魂迹的铁则。 而霍宇浩一开始就有四个魂迹,虽然目前只有百年级别的威力,但随着霍宇浩本身的变强,可以不断进化,最终达到百万年威力。 这个效果不可谓不炸裂。 另外,吸收天梦冰残后,霍宇浩还新解锁了一个冰系武魂,要知道每个人的武魂能力和数量都是天生决定的,后天几乎不可改变,而天梦冰残的出现就打破了这个规则,免费为霍宇浩带来第二武魂,开挂开得着实有些逆天了。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,霍宇浩在和天梦冰残融合时,还出现了一团灰色能量,虽然动漫中没有交代它具体是什么,但根据原著的设定,它正是死灵圣法神。 也寄宿到了宇浩的体内,并与天梦哥交手,虽说暂时没与宇浩沟通,但是后面直接当作了他的第三武魂,在他后续的冒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唐三的开挂是十万年魂环的挂,而霍宇浩的开挂却是武魂上的开挂,至于魂环年限更是不输唐三,霍宇浩真不愧是挂王之王,对此,小伙伴们怎么看? 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!